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约翰逊议长与川普昨天晚上在海湖庄园见面 这应该是约翰逊成为议长之后 第一次跟海湖庄园 第一次在与川普见面 那见面地点海湖庄园呢 他原因是因为是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参议员 是众议员一个参议员在那进行集会 就是筹款集会 那川普参加了 那议员本身的作为这个议长本身也参加了 这里面中间有一个稍微有一个细节在里头 我并没有看到 比如说川普按照冬天的说 都是生活在海湖庄园 那现在是11月21号 是不是川普已经从新泽西搬到海湖庄园了 不太确定 因为目前的新泽西呢还没有那么冷 那如果他我为什么这么讲如果他没有去搬的话 也就讲说议长约翰逊跟川普是否同机同一个飞机回到海湖庄园 去参加共和党的一个竞选者的一个会议在海湖庄园 这里面的含义是什么意思呢 含义就是说他跟川普接触的时间的长短 和接触的那种亲密的程度 这个其实里面是在有这个东西 但我跟大家解释 我不太确认 因为有可能川普已经回到海湖庄园去度冬天了 因为距离这个圣诞节还有一个月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他的意义就在于约翰逊见了川普 那身份是迥然不同的 那川普在这个问题上 在这件事情整体上是非常主动 应该是百分之百得分的 而约翰逊对川普的这种尊敬的程度 并不是因为他的胜利或者失败 约翰逊对川普的尊重程度 是从2020年大选就一路而下来的 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细节 在2020年选举的时候 然后出现了选举结果的问题 然后德州的总检察长就提出了动议 要求这个最高法院做出裁决 对整个2020年大选的结果呢 进行更改 因为出现了六个州的这种不确定性 那州总检察长从州的竞选的角度 说认为宾州 佐治亚州 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 应该是 威斯康辛州 这几个州的竞选结果出现的争议 促成了会影响美国大选的 整个结果 而这个结果呢 作为德州来讲和其他的几个州 主要是德州 俄亥俄州 有没有佛罗里达州 大概十几个州 所以对于我们的投票结果 是不公平的 不公正 所以因为选举呢 是在州进行的 我有权提出 作为总统是宪法规定之下的 最高法院作出裁决 否定这一次大选的结果 那改成 各州一票 就是这样的事情 在美国历史中发生过 并不是先例 所以改成各州一票 那各州一个选举人 在全国五十个州 进行重新定位 而各州的选举呢 是由州参议院完成 州参议院是确定总统 跟这个 就是与总统选举有关 跟最高法院有关 所以就提出这样的动议 而这个动议 后来被最高法院给否决了 否决的原 就根本就没有进行判 就根本就没有听唐 而否决人 否决人呢 却是川普的四个 三个主要的 被川普任命的 最高法院大法官 所以这是一个 很命运很命运的故事 而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当时认为是最有利的 最容易的 最有利跟容易的 本身呢 又得到了美国众议院的 共和党人的支持 那那个时候叫做 法律之友 在美国众议院 而约翰逊是 法律之友的牵头人 主要的 因为他自己是个宪法律师 所以这就是前后的故事 那在那个前后的过程中 包括川普对2020年的 选举结果的质疑 约翰逊也完全支持 那这一次呢 也就变成了 对2024年的选举 约翰逊依然支持 所以这就 他就成为了 川粉当中的铁粉 钢粉铁粉 成为了今天的议长 第一次跟川普见面 他的真正背景含义在这里面 那他们会谈内容 没有任何披露 也没有 到现在也没有看到 但是他的含义深刻 含义是比较深刻 川普星期一晚上 在佛州见了约翰逊 两个人在海湖庄园 讨论的内容 但并不清楚 所以BBC做了报道 那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 政治总监说 他们是在佛罗里达州 共和党的众议员的 这个集会 叫GIS的 私人筹款活动中见面 那约翰逊成为了 演讲者以来 第一次跟川普见面 这是一个很大的意义背景 那我自己依然 我们跟大家报道 约翰逊内容蛮多 我自己依然认为呢 是美国整个社会出现转变 转变期间大概 时间大概一年 到明年大选 长期的盟友 那约翰逊是 完全背书了川普 2024年的总统 就是总统竞选者的身份 当时是跟CNBC讲的 我完全支持川普总统 希望成为我们共和党提名人 那必须要把拜登赶下台 川普在 而他明确说 我是川普总统 在国会中最亲密的盟友之一 所以这是公开表达 我是川普总统 在国会中最亲密的密友 那就成为了今天的议长 2000年的时候 约翰逊主管了 由100名美国共和党人签署的法庭自由简报 支持德州对整个大选结果的这种申诉 当时是指四个州 我印象是五个州 NBC表示说 麦凯西前州长麦凯西 从来没有对川普进行过背书 是在初选中没有没有去支持川普 所以麦凯西被淘汰呢就成为了一个命运的最终的现在看到的结果应该是真正保守派或者说川普看到的最最好的一个结果之一 那而作为民众的角度来讲和作为一个议长角度来讲 也很清晰的看到他的他的故事 我眼睛里看的是这样 星期一拿出哈佛大学的民调 川普领先58% 绝对的领先 他对拜登的领先度扩大到6% 有的是快到7% 就是他在迅速扩大对所有其他竞选者的领先程度 里面提到在川普背书约翰逊时那个说法 当时背书约翰逊的时候川普也蛮特别的 我强烈建议与领先的麦克约翰逊一起完成尽快把活干完了 那是当时麦克约翰逊只用了半天的时间 中午表示自己要参选 下午就通过 全票通过了 就是共和党全票 所以这是大概的背景资料吧 星期五赞扬了约翰逊的勇气跟毅力 原因就是 这上星期五 约翰逊拿出了1月6号的所有的视频 麦克约拿到了 但没有释放 只给了卡尔松 祝贺麦克约翰逊的勇气跟毅力 拿出了1月6号的所有真相 将揭示1月6号所发生的一切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互动呢 我个人以为这两个人的互动 更加更难忍 什么叫更难忍 就是他们有自己的表达 有自己的表述 但是他们的任何表述跟表达 都落实在行动本身上 这是我在我们现在看到 我以为相当难能可贵的一部分 非常非常难能可贵 但很真实 很真切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